韩国的节目指引了台湾雕是用抗生素养殖的黑心鱼 韩国节目单凭主持人目测观察也没有科学检验 就用了片段的脏乱画面跟废弃的鱼温 剪接成节目企图抹黑台湾雕 现在虽然韩国节目同意要用旁白的方式来澄清 不过农委会觉得还不够要协助渔民提告 在最近一次的这个这个节目中间会用旁白的方式 台湾雕协会如果要提告我们一定会全力协助他们来做 这口气不止台湾渔民就连民众也推不下去 应该这样子混淆那个听众的就是观众的那个想法 韩国人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韩国人 台湾人不信台湾雕是黑心鱼 当时协助拍摄的渔民也是一肚子气 都没想到南国做生意嘛 因为他们都不老实啊